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其实它最后的长相有一点点特殊 请客的时候当成是一个开胃点也没问题 学起来在家里面随时想做都可以把它做出来 没错 没错 告诉我们从哪个部分开始先做 我们今天用苏打饼干来做 来做一个焗烤箱 好 先处理虾子的部分 虾的部分我这边已经先开背 然后也去了泥场 然后稍微有花开 把每一个样的泥场都去掉 壳剥掉只留一个凤尾 最后这一截 那我希望把虾子定型 所以我会先用热水稍微把它汆烫一下 对 先汆烫过 我这会在水里面加一点点的盐 少许盐 先让它有味道 就不会说等一下我的 什么都有味道 只有最后是虾子没有味道 虾子没味道 对 最后是虾子没味道 那这边水滚了之后 虾子 全部都放进去 全部放下去 你这样子下去 其实它都会 都会Q起来 对 我就是要它 就是要它这样子Q起来 我希望它要有这个形状 是 对 有一个蝴蝶背 这样子那种造型 是 这样就很漂亮 对的 就稍微烫一下 那因为海鲜的东西 它不适合太熟 是 所以我们烫一下 让它有点 但是它很快就熟 对 它卷起来 这样子我们就赶快捞起来 只要有了漂亮的造型 就可以请出来了 我们这边就赶快把它请出来 好了 放在旁边 你看这样子的造型 我只要做一个什么 茄汁什么的 对 它就很漂亮 干烧 对 它就很漂亮 是 没错 好了 那过去的薯泥 我们就是直接加上调味料 然后直接拌一拌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把马铃薯先蒸起来 是 我觉得好吃的薯泥 我可能会炒一些香料在里面 所以我这边 要炒香料在里面 对 我这边用原本的铁锅好了 好 需要加点油 对 少量的油 来 那我把这边一些蒜末 蒜末 第一个下来了 然后洋葱碎 洋葱碎 那我这边先用小火 去把它的香气先把它逼出来 对 那只要想到起司焗烤类 就是一些番茄酱 对 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 我们加一点点牛番茄 然后 你用新鲜的番茄 是 那我们为了挑逗它的味道 所以我用一小段的红辣椒 是 把它切成辣椒碎 它完全就不是那种传统 辣椒酱这样的感觉了 不是 就是比较天然食材的 是 它不一样的香气 下锅 那牛番茄的部分 是 也不要切成大 对 也切成小丁小丁了 是 这样有点像热沙沙浪 类似 是 只不过沙沙醬是一个凉的 凉的 那我把它做成比较偏 热的一点 是 牛番茄 切掉到地头 我们把它切成小丁 番茄小丁 是 这边 我们锅子里面在包香的 蒜末跟洋葱 它的香气开始会出来 对 那我们先把它炒软了 充分包香 对 这样子我的薯泥里面 就会有足够的香气 那来搭配我的虾子 是 再加上起司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很完全不一样的底 这边它整个香气出来之后 好 洋葱也软掉了 那接着我们就把 番茄丁 都加进去 下锅 番茄它跟着油炒的时候 它的茄容素就比较会释出 没错 就释放出来了 是 那这边我们就要把它炒一下 让它的生味比较退掉 那我们这边先蒸的薯泥 是 好 它一定要 要趁热的时候来处理 是 这样子呢 它里面的那种热度 水分 才很好把这个薯泥 是 而且我们要调味的话也比较 好调味 预热 那这边我会加上少量的盐 因为我的起司还有咸味 所以这边的盐不能太重 然后意大利综合香料粉 综合香料 是 它就会有点异国风的感觉 是 那我这边炒香的蒜末 洋葱跟番茄 那我现在 加回来这边 加回来这边把它拌匀 是 是 你这样子的这个薯泥 会比人家那个牛排店的薯泥 还好吃 是 那会比较更不一样 对不对 那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要有口感 那我会保留一些薯泥 一些薯块 是 它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口感 至少我吃起来 还可以吃得到马铃薯的感觉 没错 其实这个 不好变薯泥 对不对 没关系 美食节目 大绝招 就是要帮大家 想办法 想办法 来 如果你没有工具 把这个薯泥完全压成泥 没关系 我们就出大绝 放大招 对 用一个袋子 摊平了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 何必伤了您的手呢 对不对 我负责把这边的口抓紧 不让它跑出来 朱师傅就拿一个隔热的工具 我还有可爱的东西 它在开放那边这样子 打开 酷 就藉由你的手感 哪里有硬 我们就按摩到哪里 是 要把那个气节 把它全部都是捏化掉 把它捏开 对 同时调味也刚好 完全的入味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在里面就有薯泥跟小小的薯罐 是 好 那这样子它预热之后 其实它的香味就 就变成这样子 对 这样子的那种薯泥 完全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拌成沙拉什么东西的 其实都蛮好吃的 对 来 我们接着要组合它了 接下来我们要组合 是 我这边是准备的是 来 起司 工作台面 来 那 我们 你就是拿那个市售的起司饼 是 你今天拿的是香葱口味 对 那我们这边就是一些 试一个给大家看 马铃薯 先拿这样子弄薯泥 我们把它填上去 当成是第一层的底 是 那这边好了之后 是 就把刚刚有烫微卷的虾 你还让它站起来 对 它就会站起来 那站起来之后 是 它要怎么样造型呢 再来铺上我们的起司 是 然后有点焗烤 起司去黏住 这个起司 你一定要 要 这个虾不是站在这边的吗 你的起司 一定要从中间 对 变成是一个桥 跨过去 未来融化了之后 它就拔住了 这个虾 就跟底下结合得非常地牢靠 没有错 它这样就是一个完成 OK 好 放到旁边 来 比照办理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操作 你这样子就很适合亲子一起来工作 对 大家一起玩 对不对 是 然后底下只是一个薯泥 我们可以放成各种不同的沙拉 是 炒过了很好的料拌到里面去 因为毕竟 我还是觉得吃要从第一口 一直到最后一口 所有的味道都要入味到透 正确 上面可以放一只虾 让它站起来 我可以也是一个切圈的中卷 让它站起来 可以 单背站起来 是 剥了壳的蟹角站起来 对 所以这样子我们的下午茶 或者是宴客的开胃菜 是 就非常地漂亮又有质感 补我们的 其实 饼干是可以生吃的 是 这个沙拉是可以生吃的 是 虾也是熟的 虾五分熟 我们还要在接着加热吗 对 所以我加热让起司融化之后 利用那个温度 让我的虾刚好熟 整个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排到锅里面去 我们用锅子的话 我会垫一个烤盘子 现在里面垫一个烤盘子 对 因为我怕我的起司融化的时候 会沾到我的锅底 了解 好 那我先把烤盘子先 铺在锅底 嗯 虾我就会 一只一只摆进来 嗯 你会不会想连锅上 会不会 这可以拿得出来 是是是 今天啊 我们用的是四方形的 葱花苏打饼 是 你如果在家里面觉得 你家里面的锅具 各方面不好操作的话 你用圆形的那样子的那种饼干 对 起司饼 也可以操作 好 接下来 接下好了 然后这边黑橄榄 黑橄榄要怎么加进去 然后我直接就是给它 切一个厚度 是 不然它在烤的时候 它会扁掉 就没有味道了 橄榄会扁掉 对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中间 这变得好精致 因为平常这样子 苏打饼干不值钱 虾子丹麦也不值钱 人家讲你的苏打饼干不值钱 但是这样子加起来 苏打饼干卖蛮好的 我这一块我就要卖个一两百块 是 是 是 好 这样 OK 好 我就不用那个了吗 我就直接加旋风盖了 太近 我们不希望它的这个加热上火太近 对 上火太近 对不对 来 你把这个放上去 然后呢 是 调好温度 调好时间 是 那一般 我们会把它设定在 160度 160度 然后我们给它个六分钟 六分钟的时间 是 那好了之后 压下去 就启动 开始启动 需不需要下火 不用下火 对 我们只要上面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烤箱的状态 是 是 让起司能够融化 是 等到起司融化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起锅 对 没错 看看今天我们的烤鸣虾饼干 什么长相 是 好 来 5 4 3 2 1 好了吗 好了 好 那我们这边就 来把它 挺起来 是 我们这边就可以准备把它 挺起来 看它里面 有没有 果然 这样子看得更清楚 有没有 起司已经开始有那种 恰恰 造出来 对 整个就是焗烤炕的 来来来 赶快盛盘 哦 香气好好哦 哦 你看好漂亮的造型 嗯 夹子 然后呢 被起司紧紧的 黏在这个薯泥 还有了这个 沙拉上头 嗯 漂亮的一个 请客的样子 是 对不对 为了再增加它的口感 香味 是 刺觉感 那我们会放一片酸抹叶 哦 因为它缺一个绿色 对不对 而且它酸抹叶有一个特殊的 酸酸的味道 嗯 这样子 画龙点睛 它的造型就变得更漂亮了 尾巴要翘同一边 真的吗 不能乱翘 老师有交代 对 是 老师有交代 来来来来 哇 这么漂亮的一道料理 嗯 你是想继续摆得当装饰 还是拿起来放到嘴里呢 来 赶快上桌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哦 凤梨虾球你会做吗 但是凤梨虾球沙拉卷你可能没做过吧 类似的手法搭配微画纸 教你变化出不同的凤梨虾球 大显身手的猪牙前师傅马上教你做 以前的餐厅 有好多的这种点心都是用微画纸来做的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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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但是最近好像这个微画纸 比较少见了 大部分都在西点 他们做烘焙 对 那中点反而比较少在用微画纸这种 这种特殊的糯米籽来做料理 是 它就变成这样子一张一张这样子的糯米籽 然后这个糯米籽呢 它可以拿来包裹各种不同的材料 然后做到里面去 这个薄薄的 到时候呢可以油炸 可以上烤 可以的焗烤 对对对对 做成它没有错 但是呢它一碰水 濕了就就泼掉了 好 在没有使用之前 我们先把它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 至于我们要包地这个微画纸里面 是什么样子的馅料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凤梨伴螠 definitive 先处理什么 来 我们这边首先来处理蝦子好了 蝦子 那一樣我準備一些水 那我今天就準備小隻的煎蝦仁 OK 好 需要圈燙 對 那我一樣少量的鹽巴 鹽巴放到水裡面 對 我先讓蝦子有一些鹹味 這個鹽跟水的比例沒有什麼絕對的 沒有 就是燙起來之後它要有鹹味 不能夠是平淡的味道 如果完全沒有味道就不需要加鹽了 是 那我這邊會 下得去嗎 下不去了 我就會把這邊煎蝦仁 全部都下鍋 那薇化紙最後我整個包完了之後 我會再經過油炸 是 所以我的蝦仁 我也不希望它把它燙到太熟 所以我這邊稍微燙了之後 要讓它定型 那我就會把它夾起來 夾起來以後 需要吸乾多餘的水分嗎 原則上我們就會把它瀝乾 瀝乾 對 否則的話你這個薇化紙 它沾到太濕了 它就很難包 對 那我會直接這樣子 那我會讓它有點靠著 是 讓它去溺水 那鳳梨蝦球的部分 就是一般最簡單的罐頭切片鳳梨 因為我要包進威化紙裡 那我們今天為了要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還準備了一個 甜玉米粒 甜玉米粒 對 甜玉米粒 那因為玉米加上鳳梨加上蝦子 其實很多沙拉都會這樣子做 沒錯 很特別 那我會把鳳梨切成比玉米再大 一點點的小塊狀 鳳梨切成小塊 來 盛出來 用罐頭都會比用新鮮的好的 它比較簡單 操作方便 那我們這邊整個都把它準備好了之後 料都備齊了 對 那我們準備五顆的雞蛋 等一下威化紙包完了之後 我沾了蛋液要再沾麵包粉 蛋液是第一層 讓威化紙的外表能夠濕 完了之後藉由這個濕來沾麵包粉 對 沒錯 讓它整個完全的黏住 好 然後接著 還有 美乃滋的部分 我就會開一個小小口 寧可小 對 不夠 不夠 慢慢開 對 我們可以擠用力一點 擠久一點 但是不要一次開一個洞 那就完全沒辦法回頭了 好 那接下來 威化紙 對 原則上這樣子 如果我們要包這些絲的 原則上一張不夠 你看它已經開始捲起來了 對 所以 在做蝦球的沙拉捲的時候 至少要三張 三張 那這邊我們首先 先用玉米粒 是 一匙 然後直接放在 一份玉米粒 差不多在四分之一 四等份 是 放一瓢的玉米粒 玉米粒 然後 適量的 適量的鳳梨 因為它是甜鳳梨 對 好 那這裡沙拉醬 沙拉醬 均勻地擠到表面來 然後我們這邊給它 蝦仁 三隻蝦仁 嗯 三尾蝦 好了之後 然後這邊壓著 壓住 輕輕 捲過來 包起來 到這邊 對 然後這裡 左邊回來 對 左邊回來 嗯嗯嗯嗯 然後這邊 不要覺得三張薇花紙好像很厚 沒關係 到時候 因為它是糯米的 所以 未來吃的時候 一點都不會暗口 到這邊剛好就到這裡 是 它這邊才會收口起來 像這樣子 折完有沒有 對 我們一般就是 在這邊收口的時候直接 沾一下 底下先沾一個 然後它這邊會這樣子收進來 再裹回去 那裹緊了之後 然後整個再下去沾 先沾蛋液 沾均勻 對不對 第二層 就來 粉這邊 然後這邊就要換手 把這樣子 撥上來 對 撥上來 然後把它擠壓 右手 我們是沾蛋液 是 左手 我們來沾 花麵包粉 麵包粉 對 這樣才不會這個 乾的濕的 混合在一起 到時候手 手上就是 又是蛋液又是麵包粉 就變成好幾層 然後整個 這樣子沾好 之後 這樣子 就一捲 看它這樣子一捲 有沒有 裡面還看得到那個蛋液 然後呢 但是外面是沾了這個麵包粉 沾好了 對 就放到旁邊 是 讓它稍微靜置一下 對 OK 好 比招辦理 我們來操作 其他的個捲 是 把這個 都放進去 然後呢 麵包粉給它 放上去 但是喔 你不能夠確定 這個麵包粉 到底結合得 緊不緊 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話 每一個拿起來 你就用雙手稍微的上下 是 壓一壓 壓一壓 再把它整形一下 能夠結合得更完整一點 對 OK 那我們這邊就檢查一下 它有些反潮的部分 它的就整個麵包粉 就抓得比較緊了 結合得更穩定了 對 其實要炸起來很漂亮 最好是可以放隔餐 真的啊 它有點出水 反潮了之後 它的威化紙會整個都黏起來 那它就會炸起來 就漂漂亮亮的 所以照你這樣子講法的話 我可以事先做 到現在這樣子的程度 對 然後呢 把它放到保鮮盒裡面 放到冰箱去 對 中午做 晚上炸 對 或者是隔個夜 第二天都沒問題 是 沒問題 沒問題 訂閱 追蹤 開啟小鈴鐺 鎖定美味so much的YouTube 不僅可以學做菜 還可以得好康喔 好 這邊我們一樣 來 它就微微的有起泡了 是 那我們就一捲一捲的 依序下鍋 好 就讓它微微的起泡就好 只要微微一來上面是麵包粉 分子小 再來它裡面是微化紙 放的時候稍微輕一點 那因為其實這裡面 玉米粒是熟的 然後鳳梨也是熟的 只有蝦仁是半熟 對 但是我裡面有沙拉醬 所以它預熱溶化了之後 其實光裡面的溫度 就可以讓蝦子熟了 好 那這邊 原則上我們下鍋之後 都不要這些器具去動它 那唯一可以用的 就只有湯匙的背面 就是我們這樣潑一下 然後把它壓一下 壓到油裡面去 不要翻動它 因為你翻動它的話 可能就把那個麵包粉潑落了 沒錯 你就拿一個工具 輕輕的稍微把它按壓下去 把它壓到油裡面去 它就會炸到了 對 那壓下去之後 它炸到它就會定型 或者是旁邊這樣 輕輕咬一些熱油起來 潑讓它表面定型 定型之後再壓下去 這也是操作上的一個技巧 這樣子還不會 起來就變光凸凸的了 是 就只剩下微畫紙了 照我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它另外那一面 好像都已經上好顏色了 應該還差一點點 哪有是不是 這個還可以再金黃一點 還可以再金黃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剛油淋的不夠 沒有壓到 所以翻過來之後就要 讓它定住 再補壓一下 對 讓它定住 到底當初包的時候 能不能夠包得很平均 現在就考驗你了 是 如果包得不平均 頭重 腳輕 那就翻過來 就翻來翻去 對 你就一直在裡面 不停地跟它鬥了 是 就像煎魚一樣 一直翻來翻去 然後換炸聲一面 對 另外一面也炸出漂亮的顏色來 其實這邊只要炸到 整個顏色上去 其實我們裡面 整個都熱透了 好 這邊兩面都已經變成 漂亮的金黃色 對 我這邊就會開始 微微地給它追火 開大火 對 追火的時候 我就會讓它在裡面 會有點漩渦地去轉動 來回地轉動 對 我的每一個面就會更均勻的 都會去沾到油 對 顏色就更均勻了 對 它就會更平均 是 這個部分同時也會搶酥 讓我的外皮整個都酥了 是 整個顏色都好了之後 對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把它拿起來夾起來 然後瀝乾油 或者是用一個 稀油脂 我們把多餘的油 給它吸掉對不對 畢竟我們是希望吃到裡面 好吃的味道 而不希望吃到太多的油 是 好 稍微地立一下油 來 吸乾的油 我們現在就把我們一個一個 炸好的 就把它擺上來 我看你這樣子夾的時候 放上去的時候 是 它整個都是酥的 那個酥的聲音 好脆 是 因為這樣子入口才有那個口感 是 這樣子吃的時候 它的美乃滋會不會溶掉 會燙 會燙嘴巴對不對 對 這會熱 對 對 嗚 來 哇 這個顏色真漂亮 我們上面 再撒一點點的食用花瓣 你看了沒有 香酥香酥的 想不想來一捲呢 來 趕快上桌